这比赛对于他来讲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也共同期待梁小敬在多哈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展现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男子200米的决赛 今天男子200米的决赛 大家肯定都会关注谢真夜 因为谢真夜今年19秒88这个成绩 确实是太棒了 这是新的亚洲记录 来我们看看今天参赛的选手 在第一道是来自广东的选手 叫严恩海斌 二道是来自浙江选手许人宇 三道是来自重庆的选手别格 别格其实今天也是有机会 去冲这个世锦赛的标的 世锦赛标是20秒40 他去年是PB20秒39 而且梁小敬应该是给今天的中处短跑开了一个好投 包括梁静生今天也有机会 五道是梁静生 六道 六道 亚洲记录保持者 第一个打开20秒大关的黄种人 谢真夜 谢真夜 谢真夜也是在昨天 百米当中是10秒03的成绩 力压苏炳天夺冠 而且谢真夜本身在世锦赛上也是达了100米的标 洛文一来自广东的选手 第八道是来自江苏的选手 盛超 今天谢真夜的状态确实非常好 在上个月的伦敦田径的钻石联赛当中是跑出了19秒88 而且把自己的这个PB呢是提升了0.28秒 一举刷新了亚洲记录 他是超越了卡塔尔的选手奥古诺德的19秒97的亚洲记录 提升了0.09秒 而且谢真夜是第一个打开20秒大关的黄种人 这也确实非常不容易 这和苏敏天当年9秒99打开10秒大关 成为第一个打开10秒大关的黄种人 应该意义是不相上下的 而谢真夜本身在世锦赛上也是100200 都达标 看看谢真夜 他现在应该是处在最好的一个状态 看看别格比赛发枪 这个加速进弯道 谢真夜那边不错 别格弯道也还不错 谢真夜加速 保持住 梁锦生也不错 谢真夜把节奏保持好 20秒34 20秒34 现在应该是属于自己一个正常的水平的发挥 在200米这个项目上现在跑到20秒30左右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平的发挥 一个基准线 今天没有全力去拼这一枪 要把各好状态在未来一个多月当中再去调整 调到事情赛上 20秒34 谢真夜 谢真夜像一阵风一样掠过跑道 在最后的直到冲刺当中他的优势充分展现出来 那今天呢我们的参考成绩20秒35 我们看一下 好 现在屏幕上显示的是男子组200米决赛的比赛成绩 谢真夜 最后还是有一些收了 最后收了一点 20秒34这个成绩 今天比较可惜是梁劲生没有能够打开20秒40 梁劲生呢在最后在谢真夜这个带领之下 今天其实跑的也不错 有谢真夜在前面加速啊 梁劲生最后是20秒6应该是 20秒65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200米的成绩 谢真夜是20秒34 梁劲生20秒66 盛超是20秒93 赏支付 filling 敏意 Jonas 等下 谢谢大家